当这个小帮手的感觉对吧 确实有一点吧 因为主要主流打野英雄确实 对吧 你看男枪你看暴女 你看千诀这种 特别是那种 你那样是特别不太 不太追求那种两球一击的队伍啊 就是我就来个卡牌 对吧 跟个卡嘛 其实 其实我个人还是更推崇两球一击一点啊 但但凡就是两球一击发挥不当的队伍的话 卡牌都是最高优先级别 卡牌这个版本还是蛮不错的 那这把决胜局 两边林伟祥这边带来个进化 也是比较害怕卡牌抓他 但这把供子哥肯定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这把又是青岗英 上校也出来跟大家say hi 是给EDG稍微高一点的前期后期胜率 我觉得方巴拉这个阵容 确实打野位拿千诀有点迫不得已 但这种选择的话 感觉开断能力还是有点差 虽然你下路两个人能开吧 但是开完之后怎么续上的问题 而且左边的支援能力很强 你这个阵容不是说一孤闹往进抽那种阵容 对吧 就这个阵容主动性还是 肯定还是ED这个阵容更强 主动性太强了 这个阵容 因为你很难想象右边这个阵容 冰剑开到之后一波硬冠冠死人的那个花 其实他那第一波爆发也不太多 就是比较一般 因为他双射手嘛 是打持续伤害的 是的 是的 要拉着的 所以这个这种主动性上来讲 方法是差了一点 相对的来说的话 EDG这个阵型其实跟第一局几乎是一个原理的 我们也已经都看过他们是怎么样来发挥的 方法是要怎么回想第一局的发展 然后去突破这个局面 尤其就是一开始不能再放生贡子哥了 贡子哥要是被放生 被硬杀的话 那就太惨了 卡梅尔跟英雄感觉就是 这个线上被动跟不灭的这个换血 有被动有不灭的时候 真的很难换 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康特位 不过哥哥这边是抢了一个二级 可以稍微小压一下 但是抱你这个刷野路线肯定是 三四级的时候要来一波上路的 是的 他要慢刷 但位置被侦测到了 这也提供了攻击哥 足够多的讯息 下路先率先勾一波 万豪开出红拳来 反打一点伤害 这波打得不错 对没有点出电僵倒是 刘青松也控制的位置控制的不错 这个对线爱希跟 这个泰坦还是要强很多的 这把依然是一边要保上 一边是要保下 但这把卡马跟千诀不是那么好动 这两个英雄还是主动性差一些 千诀很快的来到这边 这波有想法 看了一眼 卡马在一个TPV了 一气了 但这边又有一个TP 想先杀一个Hob 但Hob这边第一时间保了下来 我第二时间还是被秒掉 辅助呼唤 那小千诀能不能活下来 一个虚拟红牵 W闪现 哇 这边又是卡牌拿到人头 我天 这波血炸 关键是投给卡牌 这太要命了呀 这波 真是节奏发动机呀 这波也太强行了 虽然卡马 我早早看到他是在那个草丛有个TP位置 但是Skull也是 我知道你能前期 早有准备 对 我就是等着你一辆 我也 我就不求打断你 但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过来 而且这种卡牌塔下 捏一张黄牌 定谁谁死 这个 而且第一时间 我注意到的是 每一口的那个抢手猎路 那可太关键了 这一波主要是千诀的发育怎么办呀 那 那不知道 那 那没得了 对吧 但是就塔下第一波越进去的时候 Mako左右手刻拉一个直接撞晕塔下来 这种低等级越塔塔下被晕那可太好了 对 这波反手抑了一下 这一标必须要闪现走了 必须要闪现 没法阻 就差一点 对 小翔这一波也是很极限 但是 刘青松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只能念回城门 二级就开始动了 应该走了 所以没办法 这白跑一通 难受 反正现在方布拉强打一些 出人意料的一些干客 那也是因为下路刚才那一波更可是裂了呀 那不得不这么跑起来 这波我觉得最伤就是千诀呀 嗯 千诀又没收获第一轮的印记 然后这边还阵亡一次 双buff还被卡牌给拿下来 卡牌太愉快了 这时候都已经可以推完一波线 直接跑一波红buff 下路这个河线能不能空下来 第一时间没过来空 第一时间空的话应该能空下来 这好像刷到下路河线了 那这波千诀很爽 过来让刘青松帮忙保一下这个河线 直接往这个方向跑 暴女也在赶 但是进度差非常远 两边的路程差非常多 直接打河线就行 刘青松开始越冰线了 就是为了保住小天这波发育 下来连卡尔玛都来帮忙了 这就是刚刚让小天牺牲太多 新鲜出炉的河线 是的 全队来给他帮个忙 两层印记 还可以 刚才那个早期月塔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人是有杀到的 那有杀到印记是有收获的 对吧 但是卡牌 等等因为两个人头 加速发育的关系 很快有机会爆起伤人 哦小天这边 不错 结果找回来了呀 那这波的话感觉是 盘活了一些了 野辅慢慢把节奏找回来 这波其实动上来 我感觉异力有点处理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中路下路那个兵线 可以早点过来把这个河线控住 那这样的话 其实千军就很难再起节奏了 刚刚这波是让小天找回了 第一波Gank玩丢失的节奏 然后与此同时 哇太狠了吧 抗压草丛 但是已经懂了呀 又不是没打过第一局的吧 公子哥已经懂了呀 那很伤啊这一波 是的 看着白花花的小兵 慢慢被自己的防御塔打掉 还有一层层的塔皮 哎呦 主要上路也没视线 你没办法知道卡牌的位置 要低线知道卡牌位置的话 可以 已经可以上线了 现在要等卡牌 走到兵线上 接中路兵线 哇那这可亏太多了 看到卡牌了 然后回来了 我来了 兵线哪 哎呦 总算是接回来了 还行吧 远程兵能吃下 这很大一波其实 这把公子哥 压力比上半盒要大很多 主要是卡牌的问题 你选到卡牌 你就是上路公子哥 压力会太大了 你虽然有卡牌去应对 可能说我打团 或者说后期的这个加盾 比卡牌要效果好 但是你这上路怎么办呀 而且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团队确实在复制 ETG团队确实在复制 第一局的那个影法 哦这个位置 暴女是因为看到你在排演 是有优先情报的 再立刻补一个夹子 这个红帽符应该没了 让了 因为卡牌这波是不在中路线上 卡牌的动向非常的自由 这波欠决看能不能反一下 对方的F6 大概知道暴女在这了 F6是有印记的 可能会想要反 被已经看到了 那里波要强行反吗 强行反的话看一下 因为卡牌回了 强反是有机会的 ED会不会过来保护一手 算了 来不及了 三层 那里波还行 小天也是进度不错 加分钟求生存 对对吧 慢慢的把自己的印记 哎 跌到三层 对你还真别说三层不错啊 可以了 对 10分钟之前能跌个三层 相当于听牌了 是的 上路的话 反正鳄鱼只要不死 这个血球也是滚不大 但刀数有点恐怖啊 刀数怎么就差了 赶紧30刀了 对对 这地方有一点感觉 捷捷来回奔波有点忙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 把上路的优势转换成峡谷先锋 看等一下能不能赶紧找到一个机会 而且卡牌的两个人头 换成了时光杖 其实也要叠一会儿才能凸显出 这个物品的价值 哇又一回来 这就跟你硬换 我快没蓝了 我要回家了 硬换一波 四个兵 这段时间节级的节奏没有特别好 反而小天这边在补自己的发运 没错 补得非常巧妙 卡牌绕一圈回中路 那卡蜜尔是没蓝的 必须得走 帮普拉斯先动过来 卡蜜尔不能回家了 但他的蓝很低着有什么用呢 那感觉 小谷先锋掉了呀 我感觉这段时间 ED上中野的节奏出现一些问题了 你这样一个很肥的中野 这段时间毫无作为 也可以反过来说 卡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吧 交了一个闪现落地 但是黄牌丢了出来 结果自己被太坦勾了一下 卡牌是没救了 而且峡谷先锋 还是小天已经拿了下来 这一波ED出事了呀 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 ED的上中野沟通出现一些问题 也从方普拉斯的角度来说 也是方普拉斯确实处理的蛮好的 下路这一波 先走到下回先锋 逮住了一个小翔 逮回家缺蓝的空挡 然后迫使Scout 飞了一个较差的位置 我觉得也能够反过来这样解释 但确实 ED上中野在这段时间 都是无攻而返的 因为你看一地上中野前期 不论是补刀发育 人头都是领先的 但是这段时间反而被方普拉斯的 这个中野斧节奏又找了回来 是的 对吧 签决补印记补发育 还控下我先锋 然后这边还能再杀一次卡牌 当然这边卡牌 飞的位置绝对是有问题的 飞到一个 完全是一个接见位置 就飞可以被轻易兵戒 而且还是在鳄鱼脸上 这种位置确实 对吧 飞的位置是毫无道理的 我觉得 很尴尬 那这波打完 一地前期的优势 基本上没了 是的 现在反而是方普拉斯 把前期的局面打回来了 那仅存的就是 卡蜜还是有一点点的 还是有一些的领先刀 也不是一点点 领先的20刀 对挺大的 现在一地还是得帮卡蜜尔呀 再拼上路很急 想要 贡子哥这段时间是没大的 其实还是挺好跃的 想要再跃他一波 但一地区卡牌是没大招的 必须得用TP 这里必须要走上来 但用走的过三角草 难道不会被眼看到吗 贡子哥那边还不走吗 再不走的话 感觉要死了 不会不会 三角草有点视野 还是保证了基本生存的 红尘戒下去 卡牌这个用急跑跑上来 还要死啊感觉 再一镖再一波 但是伤害不到位 伤害不太够 哎呦够了够了够了 最后央死了 这感觉走慢了 因为看那个 是的 不过下路很舒服 拿一个小龙 再拿一个医学塔 那这节奏确实有点熟悉 对 副科经典第一盘 跟第一把的节奏差不多 类似吧 但我觉得这把一地的上中院 打的没有第一把好 是的 因为这个峡谷前锋 其实被小天控下来的 对对 而且下路这个塔也要没了 哇 这把大翔发运很好 大翔确实 第二他拿到 哦好肥的艾西 哎 这塔要没了 后遇下来 要死了公子哥 有GP的 这完了 这卡牌GP过来 哇 这把公子哥有点上头 那确实 他没有计算到卡牌这个GP 就是在大翔肥一波的时候 小翔也立刻不慌多让肥了一波 这一剑 哎呦 差一点点 卡杀一技能 低身躲过 重的话必死 对的 这一波后破 这个挺华丽的感觉 这低头躲剑 确实挺帅 真的是像低头一样 弯腰 然后这一剑从头顶上方滑过 是的 我公子哥这联系两波 阵亡其实都不太应该说实话 第一波跟第二波 感觉都是有机会躲掉的 第一波走慢了 第二波硬踢一个残血塔 这种是对伤的呀 刚复活过来 TP用了 对 然后给了人头 这是最痛的 这一波打完之后 公子哥这个发育 跟第一把也差不来太多了 又是一个血崩局 40刀 然后两次击杀 那现在两边感觉又回到 对对对 一边是大翔肥 一边小翔肥 刚才就说了 就不慌多让了 真的 马上再复刻第一局的节奏 但音笔哥很肥啊 对 两件套先出出来 好在这局 音笔哥拿的是卡尔玛 而且肥了 而且这一把方布拉斯的龙 控得依然很死 前三条小龙感觉都可以拿下 但第一把剧本好像啊 超级 感觉第一把这前三条小龙 也不打他让了 不打他要了 对对 感觉又是那样 等到第三条小龙 青钢眼有点把握的情况下 看能不能先逼两个闪现之后 然后再硬进后排 但这把卡沙也是真的穷 两个十四卡 感觉是跟矿工一样的 这确实是都用得上 但是就先出这两个 那也是强行进化Q没法 好穷啊 97刀 他也输了50刀 那这个节奏确实跟第一局非常近似 但我觉得坏就坏在他是个卡沙 那发育落后的状况下是团战一点用都没有 对 就看那个哪边窟窿更大了 到底是鳄鱼的这个窟窿大 还是这个一滴下落的窟窿大 中路拉条线 卡沙感觉线被牵死了 中了一个兵剑 但是后续没有伤害可以跟了 感觉方不拉的他们留人手段还是有点少 不太狗娃又来了 就是熟悉的小翔踢躺 哎呦小翔跟大翔 大小翔啊 一个兵剑大翔射中单 美身中 好喜感呀感觉 对吧 表现两边说好力 就我大翔发音 你那边小翔也别落下 对对 就我们就比哪边的翔子哥发音更好 然后后期决一死战 这网上不是流传了一句话吗 就是说那个真正的ETG粉丝看完第一局之后 就关闭直播了 但我真的觉得这第三局就是 值得一看 对值得一看 确实 而且双方的节奏咬得蛮紧 就跟第一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方普拉子中单拿到卡尔玛 而且也肥了 所以他给大翔的协助是更多的 应该说卡尔玛跟千诀这样一个组合 比第一把的兰博加万豪 好的多了 在后期要强很多 好的多了 就不会出现后期团战 就已经打不了了 对 而且这个供效对吧 就是说 我们卡尔玛肥对于一个肥的射手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很少见那种两边 你看一边一千二 一个人吃一千二 那边一千一 好夸张啊 都是单位只吃光了的 吃了这种八九层的 对 那问题就来 因为上一局就是第一局那个对局啊 就是一个拒肥的 哎呦来了 我们先看正面 好 正面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RQ下去 多因比RQ下去 并没有Q到人 就是说 一个巨肥的青钢影 攻巨肥的艾西 听起来像是青钢影这边 有机会能够得手 但是多因比在保护的情况下就不好 对啊 如果卡马后期一个盾 是的 这个应该是要不了的 看ED这边能不能下路再推一推 肯定是强取恶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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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了下路先锋 1-3-1已经摆出来了 这EDG 哎呦别推掉了 踢完了 这把小巷还是很夸张这个发誉 很吓人啊这青钢影 好有趣 我感觉我看过这个对局 对真的跟第一把很像 那这把青钢影团战不好发挥 这边是卡马加千绝的一个双保护 相对于第一局来说可要难太多了 这把其实我觉得EDG应该是不打团的 打团是真的打不了 这把打团比第一把的难度还大 但我们第一把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还是硬靠打团一个 第一把感觉那个后期啊 后期拦搏就不太行了 那确实 但这把后期千绝跟扇子马可是越打越行 你爱希就没有那么怕被青钢影一脚踢死 对吧 这也是修正了第一局的问题吧 这一波是想逼人回来 当然EDG也回不来 对EDG 所以青钢影还继续往下路带 回不了也不想回 对吧 那这波青钢影是要退的 第三条小龙直接给了 卡牌完全不来 头也不回 拆了二塔 纠集避战 纠集分带 现在这个局面还真不好说 两边现在都有各自在 都有赢的方法 哎 制胜点都有 这块哪边能执行的更好 当然也要抓住对方的一些机会 一些失误 双方的经济还是非常持平的 难分高低啊 这局 真的有意思 看一下小强还在线上 因为侧边龙坑附近的视野 让他能够非常安全的安心的保持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供子哥是不能上来看他的 这供子哥上来看他就要死 确实 不能看啊 这个供子哥这什么装备啊 这个鳄鱼 这鳄鱼依然是一个团的隐患 虽然其他几个人打团很厉害 但鳄鱼确实跟第一把的猴子差不多 你说卡莎装备很烂对吧 看一眼这个鳄鱼你突然觉得卡莎相对的也没那么穷 是的 我的天哪 散剑之王 也算六神了吧 对对 虽然是把 好歹把装备格填满了 但是 但这把这个鳄龙魂 会不会出现那种经典的让鳄龙 打圆巫龙啊 嗯 但鳄龙魂感觉对于卡莎这种英雄还是有 有些加成的 该怎么说呢 就是鳄龙魂不直接影响战斗嘛 但是他对于这个 辅助还是有些 辅助效果很强 哇 131 ET是这把可能真的就永远不打团了 贯彻 我要一定要把你单带 带死 他放不辣的这里 正面战场开团手段很单一 那ET区确实是少数把这个131执行的这么好的一个战队 确实是挺彻底的 但这中路逐渐有一种 防守不了的架势 这个要特别注意 啊硬踩了 还有一个卡牌的大马 卡牌飞到了呀 哎 但是大招消失了 位置很漂亮 这边大招结束的时候 贡子哥闪现出来了 漂亮 这波是躲过一截 但这两个人 会不会被抓 想抓想抓 这一箭 哦呦 直接调tp了 这个很果断 这个很果断 这个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位置被断节奏 这波贡子哥是逃过一级啊 这波最狠的是什么 这波最狠的是scout 他一看自己已经安全 他也他也不退了 你知道他也不加也不回了 因为上面的那个篮区背后的那个草丛针眼是没被拆 所以他也不回了 他就我就继续无所谓 他真的很 一边是游击战拆塔 另外一边就是B团打正面战场 那方怕是因为一直保持在中路线上的关系 中路二塔还没有受到威胁 这把还真不好说啊 把这个龙我觉得刷的对方不达他不是特别好 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要是刷个水龙魂要刷个什么 就还能逼迫一下 能逼迫你正面一定要接这个团 风龙魂 这个风龙魂我说实话要让的 对把新一横就放了 想了一下下一波团战EV好像没啥 没啥资本跟方不达子竞争 除非再抓一个人 哎再抓一个人可能有机会 但现在方不达子明显是正面战场很无敌了 卡玛艾希千诀 这样一个组合 该有都有啊 大森杯香炉该有都有 然后卡玛现在也可以让进去 他也不需要吃太多资源了 又来了吗 哎算了这波卡牌没大 所以也飞不到 所以你说这把这么完美的复制的第一局的第一把的场面 那你能不能也复制一下第一把的那个结束 哈哈哈哈 这把感觉不好复制啊 这把我感觉方不达子后期比第一把强很多啊 但是这拨开断能力太差了 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他打起来了 哎打断了 断了冰剑下来 交一个闪现 闪现撇开 但这波的话 哎呦空子哥也不敢追了 因为这到那边马上人过来了 人确实来了 但是已经是青钢引双招都没有了的情况下 要迎来风龙团 必数闪现了至少对吧 对对 方不辣这里来说没交什么太多技能 这条龙魂团感觉方不辣应该是势代必得的 但是这里青钢引也是有个小苗表 看这波要不要过来打一打 我觉得他是想打的呀 不然他没有必要就是把苗表掏出来 说实话现在卡马千绝加爱奇 我觉得他打不过 对 这个三剑克可是要比你这边要厉害很多的 还是得带 要接了我感觉 其实现在青钢引应该带上了 下路这个线不好带了 他现在没闪没TP 方不辣斯处理这个小龙 一会要过来抓他的 主要是这附近人多的概率要高得多 来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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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不好抓还是走了 这种也确实没啥掀手 上路线其实现在很安全 但是卡牌去带的话没有青钢引那么舒服 还要打团了吗这一波 还要ETG是想接的 青钢引没有双招啊 我觉得打团其实方不辣斯一面更大呀 卡牌在后面卡牌过来 黄牌丢鳄鱼 但卡杀没有什么作用 一个W也空了 这一波想拉扯一下 这一波我觉得ETG来的有点太早 而且斯高有TP的 为什么不再上路再带一波呢 看这一波 开大招 回到这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但是还是有眼 还是有视野 闪现勾勾到了 后波 这边就接了一箭 感觉很危险 青钢引这边进场 卡牌过来关 但是这边开起了个大招 千钢把队友都保护了起来 后这边进来一场乱战 卡牌直接被秒了 千钢这边也是被炸死 但是这边青钢引又是一脚接了过来 一个打轴回旋 这边青钢引有机会收割 林伟祥活了下来 小翔反而这边勾勒带走了 这波EDG是 还是输团了 最后林伟祥活了下来 就是短人的一个散线啊 刚才看到林伟祥最后交散线逃生的时候 小翔没有办法再跟了 所以这个团战的结局也就改写了 哇 哇 这这 那一标挡住了 但这个曼天牌挡不住啊 啊 没有打野的 哇 超级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 哇 那这一波 其实说实话 两边都可以接受啊 反而EDG可能更 更舒服一些 这波EDG接的也是 好强硬啊 这波 嗯 有轻松的一个闪线勾开启的这一波的团战 但是治疗勉强把血量给抬了起来 第一时间过来处理这个青钢引 说实在的也 小天就是及时的开出了一个大招 然后另外一枪还是被保了下来 第二波再踢 然后再 你看就短了一个闪线 哇 我以为这波闪要收割了 但是还好这边是 大翔有闪小翔没闪 对 刚才那一波吧 这个小翔的闪打掉是很关键的 有人挡这一标没问题 但是卡牌的飞牌挡不住啊 万能牌 哎呦 也没 这应该往外来了 对吧 感觉细节也没有做得太好 那这波打的话感觉风龙魂没拿下来 但是趁身追击吗 这波我觉得可以 小翔的TP好像要差一点 是的 那这波的话感觉一滴其他几个人得拖 得拖 等小翔过来 威吓一下 被背后 卡牌的这个位置 方布拉斯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 不能再打了这个位置 真的不能再打了 这一钩没有勾到 正面战场开团的手段 现在有点单一了 方布拉斯也是 必须要避免这个拍一拍大龙 现在有点乱了 现在方布拉斯有点乱了 他们想 哎这波能不能抓到 能不能抓到 感觉跑速非常的快 啊 开团干不了呀 对对 正面战场再多一个开团 其实就好打一些了 但是现在太坦跟艾希的开团 没有那么硬 这边又想逼龙 还是想逼龙 这一波的话卡牌没打 卡牌得到正面战场 秦康也可以回家 更新装备 然后再来正面战场 美口在这个侧翼 还在后边蹲 知道你在打大龙了 知道你在打 很关键 贡子哥的血量 美口八级等于好低 这一波的话前方也击批了 前后包夹 一勾没有勾到 赶紧包夹了 但是小翔必须要后退的 哎呦躲掉了 美口这边有没有机会上 看下方布拉斯 又是拉扯出来 但是现在很僵硬啊 方布拉斯不能再打了吧 不能 但是有没有机会 拦到撤退了一击呢 但是卡牌大张马上又好了 卡牌又可以去带了 哎 美口这个位置 美口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看见了 但是他没有被看见 啊 最终没躲掉 被看见了 美口要被卖 这边的话也不会救他的 8级死得快活得也快 哈哈 倒是你这么一说等级很低 复活倒是真的快 再拖一点时间 这么一口 哎 没关系 卡牌马出来 卡牌马手 8级活得太快了 但是我觉得得逼啊 方布拉斯还是得逼 时间加成啊 时间加成27秒 必须得把这个卡牌给逼过来 卡牌还在下边带 还在下边带 这个时候方布拉斯 是必须要拍一拍大龙的 没得选 对拍一拍 不逼过来的话 这一波就血亏 卡牌已经开大了 看下你的位置 哎 这波不会不来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看起来是真不来了 真不来了 但是你 哇 直接往前飞 直接往前飞 开始硬拆高地 杰杰这位置 这旁边看一眼 被贡子哥逼走 水晶应该能保下来 但是强化回程啊 你肯定是 对吧 水晶能保下来 对不了水晶的 对 那这一波 我们就要看方布拉这波推进了 这波方布拉推进 必须对吧 破一路高地吧 至少 不破高地的话 这一波大龙 哇 现在还是真看好 ED一些的 不会的 这个大龙buff 涵盖了风龙魂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对于方布拉指来说 就算推不到高地呢 也能够利用中下两路 兵线强推之后 转头吃风龙魂 对 把这个风龙拿成 一路高地加一个风龙嘛 对吧 这一波方布拉就算很赚了 那就是非常赚的 而且这一波林伟祥是有春歌的 哇 这个装备很保险了 那他是真的是团队很难死 这个真的差不了啊 有卡玛宝 有千绝大刀 自己有春歌 卡玛宝也是做出了死亡之舞 但上路这个兵线给谁吃呢 好像是让小翔去吃 而且二皮固然团战 没什么装吧 但是仔细一看 卡莎也是站不起来 是的 就是说实在的 双方都各扫一个人 其实这一波不好守的 因为你卡牌如果去上的话 这个中路也没人能守得住 而且青钢影一个英雄 其实已经被整个方布拉斯的阵容 可以抵消掉作用了 卡牌从背后过来 这位置 你已经想打团吗 靠自己的拉扯吗 想走 哎呦 跑得奇快 溜了溜了溜了 溜了溜了 真不行 哎呦 现在方布拉斯也很难受 他侧翼总是有游击战 跟你在那边拖着耗着 也不跟你正面看 丛林战术 相产 琴哥又去带了 这个风龙感觉要让 这个风龙感觉拿不了 他应该不要了 对 他这边的话也是 方布拉斯拿下风龙魂 然后等远古龙可能要打一步 嗯 卡牌再次开启大招 卡牌又开大 但是这只是探照跟威吓的效果而已 不太可能正面上的呀 卡牌应该 卡牌又想过来飞牌吗 算了 现在就拿下 现在这个比赛越来越有意思了 ED现在 经济是小领先一点 但是方布拉斯已经拿下了风龙魂 ED现在就是正面不跟你打 我就是单带 就是打游击战 风狂的带 而且其实是确实是给到压力的 下路已经摧毁了一个高地塔 你仔细一看两边高地的话 那进度还是相当的对吧 只是EDG确实正面打不过 但上下路如果能够分带给到巨大压力的话 那你也不敢攻上高地啊 那你攻上高地感觉 对吧 硬拖 EDG正面硬拖 然后高地就卡蜜尔硬踢 那还是很害怕 卡蜜尔在下面 方布拉斯正面战场 四个人 五个人 这波一定要通过这个 最后的这段时间要做点什么吗 19秒 想要拿下水晶 水晶应该能拿下 这波EDG水晶是不会回来的 卡蜜尔我已经被看到了 卡蜜尔没GP了 对 他只能硬练回程 卡牌先回了 我觉得有点慢 卡蜜尔不回的话有点慢 可能要掉一个门牙了 是的 卡蜜尔会有点慢 哎 强拆 两个门牙了 不要反高潮啊 这边万豪 打准备开出来 被扣死 四个这边是被迫开一个护盾 这边的话一个RQ打上来 这里正面战场很凶 打张给了一下 这边强行打卡蜜尔 卡蜜尔给抵护住了 卡蜜尔被秒掉 方布拉斯 哇 已经五个人用了上来 配合这个加速的盾 后果这边还在强硬地做抵抗 终于别被秒掉 再让丽米翔在那边直接点基地就可以了 这里就用杨岭生锡印裁基地啊 反高潮的结局 最后一波感觉回来慢了 方布拉斯一看你不回来 我就直接开大招拆了 拿下了关键比赛的胜利 哎呦 我都看了什么 这个剧情很熟悉好吧 不是 这个剧情对吧 我看 我猜着了这前头 但我却没猜着这结局 我看这条达一下 那是什么 你